关注来们好啊,我是莫莫,继续带来经典美剧《越狱》的第一季第六集 上集当中,迈克差点被转狱了,凯乐探员被女人下了最后通牒 来找到曾经的线人让他帮个小忙 至于是什么,咱先卖个关子 先看看迈克这头,回到了监狱啊,现在必须争分夺秒的进行计划 穿过层层走廊来到一面墙,面前夺步计算的距离 这里正是越狱的关键所在 画上了关键点,赶回牢房啊,以为到点检查真的是耽误时间 苏克雷欲言又止,迈克说道,说吧 不然,绿帽子更加鲜艳了 苏克雷慌了,连忙说着,一级禁闭 只要能够一级禁闭,这里就不会被点名了 要不试试,让温度更热一点 隔日操场电话亭,开头出现的线人电话给了某人 尽快处理掉林肯吧 另一头,萨拉找向了迈克 他已知晓林肯是迈克的哥哥 以后每周给林肯检查,他可以安排在给迈克打针之前 这样兄弟俩能够短暂的见面 迈克感谢了萨拉 而萨拉的这一念,打开了地狱之门 迈克找人买到了厨房的打蛋器 与此同时,T-back也禁闭归来 育友们给他准备了康复礼物 先让T-back爽会儿 我们看看小维那头 上集中他开始怀疑了尼克 所以无论尼克如何解释,小维都不相信了 女人的第六感让他远离了尼克 让社区公帮忙护送自己回屋 衣着性感的来看望林肯 迈克似乎有心灵感应 就在此时,他断掉了牢房新风系统的电源 这是想给林肯小维深深温压 可惜小维进门,看到了尼克正在和林肯沟通 林肯慌忙解释 你可能误会了 尼克真的是在帮我们 尼克补充道 我看了当晚的谋杀报告 有匿名人士打电话给警察局报警 而我的朋友打探道 那通电话是从华盛顿打来的 离着老远还说着自己目击了林肯杀人 看来却有隐情 我们需要去到华盛顿 而小维,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 与此同时的监狱里 因为迈克的操作所有人都热得不行 报点排队点名 也看众人被T-Bag带起了情绪 预警关闭了牢房 一级禁闭,开始了 T-Bag叫嚣侮辱了贝利克 贝利克也不是吃素的 他看过档案 某人的爸爸强见了他的白痴妹妹 缠下了T-Bag 这话一出 T-Bag陷入了癫狂 不断地冲击 牢房的螺丝出现了松动 眼看就要拉胯 贝利克安排回到办公室 却没想到 闯入的T-Bag操控设备 打开了其他育有的房门 老D-B的猫因此跑了 而T-Bag又好运地捡到了监狱的钥匙 看来很快 他们就能长驱直入 A区监狱的骚动 通过传呼机传到了B区医务室 病患来了性质 Rush B 整个监狱高度截备 林肯的探视也被取消 年轻的警察准备将林肯安放回去 却碰到了T-Bag 眼前的狱警显然让他们亢奋 林肯想帮忙拦住 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林肯被打倒在地 菜牛警察被各种调戏 而此时的迈克没管外面的骚动 来到那面墙 告知墙的背面是旧排水系统主管道 连着的正式医务室 而我们现在就要用打弹器凿开这面墙了 苏可雷蒙了 用打弹器凿开 从小洞里面钻出去吗 迈克好心地解释 胡克弹性定律 在关键点打好孔 就能够破坏墙的沉重力 别逼逼了 开始行动了 与此同时的医务室 囚犯们撂倒了狱警 现在想和莎拉跳个舞 莎拉堵入配药房 陷入了困执 不久消息传到州长处 命令典狱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女儿 然而囚犯们的撞击 一下下结实地打在了门上 菜鸟狱警被T-Pack带回了牢里 他要解放自己另一个口袋 菜鸟狱警惊恐逃离 却怎么跑得赢授欲大发的T-Pack 机缘巧合地爬到了麦克房门 走呀 跟哥钻小树脸啊 却无意间样 看到了马桶后方的洞 好在阿布鲁奇赶来 拦住了T-Pack 再等麦克爬出 完了 没救了 狱警也看到了洞 麦克不想杀生 这下 难办了 另一头 被打倒的林肯 老DB扶起了他 一位精重的男人告知林肯 他知道麦克在哪 带走了林肯 而此时的麦克来到了监控室 看到了沙拉正躲在角落 瑟瑟发抖 毅然决然地钻入洞内 他要亲自救下沙拉 Ending 林肯被人带走 沙拉危在旦夕 T-Pack知晓越狱秘密 如今麦克该如何处理呢 我是默默 关注即可获取最新更新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